他就會經常跟他男朋友講一些我的事情 我就會問他 欸你這樣的話 他會不會好像不開心 他在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一期的Kaki Chats 我們今天要談關於 linking relationship with flag 所以什麼東西呢 身在感情裡面你無法接受的 所以我們 所以我相信每個人在感情裡面 都是有些東西呢 你覺得這個是我的底線 我不可以接受的 所以可能請大家談一下 你們覺得你們自己 最无法接受的是什么东西 我的好朋友她是一个女生 她的前面是一个很大的反应 为什么 就她们两个她们是 可能从高中的时候就在一起 那个女生一直问那个男的 就是说 我们有在谈恋爱吗 她就说我不知道 所以她那个男的一直不想要 正式的承认说 她们是男女朋友关系 知道她们分手 什么男人来了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反应 如果你谈恋爱 有人跟你讲 就是很大的反应 谈恋爱 然后跟我讲 我很trass 你不要跟人家讲我们谈恋爱 这个是NO的 对 这个是一个反应 什么大平行 对 对 这之前有个很难的 我没有跟她在一起 就是我发现 她可能比较想要的是找一个女朋友 而不是说她想要找我 因为她可能没有很想要了解我 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她也没有问多一万我的生活 这些东西 她就是要跟女朋友 她就是要跟女朋友 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反应 这样你们呢 你们没有办法接受的反应 这也是什么 时间管理大师 哦 那罗斯祥这种 就是 一次差很多条 差很多数条 对 就是很多条船 那一种 我的另外一半 我的女朋友 不可以是我的妈 或者我的 什么意思 当然是不可以是你妈妈 没有 我不可以说 她管你很多 要我管 她还是管我很多 其实我们已经有准备一些 rig fact scenario 然后如果你们觉得是 rig fact的话 你们就举起来 然后去解释一下 每天要跟异性的好朋友发简讯 还是那一句话 没有这么多干妹妹 如果她有什么事情的话 可能她还讲OK 但是每一天 那种 good morning 那种东西 都很奇怪了 如果我的女朋友 有一个很好的男性朋友 然后他们是 就是之前就已经是很好了 我不想要因为我跟她的关系 把他们两个那么好的关系搞砸 你懂吗 我有一位好朋友 女的 从中学就认识到现在 我跟她几乎是每一两天 都有发简讯问候 这样她有没有男朋友 有她有男朋友 哦 这样男朋友没有讲吗 我朋友就说 男朋友 她的男朋友一定要接受我 哇 有有有有 对我来讲 这是rig fact来的 蛤 真的 就是我的朋友 大过这个另外一半 对 其实我跟她差不多 我有一个很好的女性朋友 也是就是 我们两个是很close的 一起上学啊 然后她也有男朋友 她就会经常跟她男朋友 讲一些我的事情 我就会问她 诶你这样的话 她会不会好像不开心 她讲 你不要把自己想的这样 哈哈哈 这样过来 其实 但是后来 其实她真正处理的方式 她就是会跟她的男朋友 分享一些我的事情 然后她也一直 就是想要让我们见面 那我跟她的男朋友 也是朋友 就看到我了之后 就会有那种信任 我觉得是说 我自己觉得说 应该保持个距离 所以如果你跟 就是已经有一段恋情了 然后你应该跟异性 就是发清界限啊 就是但是 当然还是可以做朋友 但是也不用 那么的好 因为可能要 顾虑到对方的感受 那第二个是 如果对方有太多的前任 你们觉得是rig fact吗 哇 诶女生的 女生是一个女生的东西 对啊 OK 我就要看她在什么样的阶段 有多少前任 就是我们已经二十多岁 没有一个时间陪 一个男生再长大 就是女生 可能就要定下来了 可是遇到一个 还在玩的 你要怎么办 呀我也是怕 就是太多前任的话 是一种 是一个player来的 然后我怕碰到player 就代表他们没有专心的 要去跟你谈这场恋爱 我会算是局一半啦 我会相信就是 他现在愿意选择跟我在一起 而不是他们 所以我觉得就是 就是我会有一点点的 自豪感 信任 就是不是自豪感 就是觉得 还是会愿意去尝试这个东西 但是会更小心一点点 我会先问 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有这样多个前任 哈哈哈 因为我觉得 如果一个人有很多前任 不代表说 OK你恐慌是很花心的 有可能是有一些问题 或者被劈推的 也可能 这样如果呢 对方一直要求你改变 你觉得是Rate Flag吗 哇没关系 你他在考虑吗 我可以局一半吗 我觉得就是看哪方面的改变 好像比如说 这个东西是为我好 为我将来好 那我就会去改 如果是好像说 你很胖啊 你可以瘦一点 就是讲这两次的东西 我觉得是不健康的 是很不健康的 是很 哦是吗 你觉得胖叫你减肥 不是 啊我只能这样做 就是 因为他以前是很瘦的 我会不知道他越来越胖 然后希望说 他以为他以前的样子 OK我每次跟我朋友讲 我谈恋的时候 我不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 所以如果我突然说 哇 360度的改变 我觉得那是不健康的 我觉得可以一起成长 但是不可以完全改变 如果你十几岁的时候 你跟我讲 OK我那一做不好 可能会改 因为十几岁还在 可能还是 才成长的过程 可是 到二十几岁 大家的性格其实都已经定下来 都固定了 就我就原本像 你喜欢一个人 你不只是喜欢他的优点 你也喜欢他的缺点 就是如果你的朋友 都觉得说 你的另外一半 不适合在一起 这样你会不会觉得说 是不是reflame呢 OK 一二三 所以你是觉得 你不管朋友的想法 我觉得如果我谈恋爱的话 是我跟他之间 就是我可能这样认识他的 所以在我心目中的他 我朋友可能还来不及知道 我觉得我会坚持 然后让他们认识这个人 从我的角度去认识这个人 因为是我在谈恋爱 又不是我朋友在谈 又不是我们一起跟他谈恋爱 但是我是觉得说 朋友他们有时候看的东西 所以我可能会更加的注意 但是我不会因为他们说的一些东西 而去改变我自己对一个人的看法 如果一个人可以看错人 四五个一起看错人 那个就有点假了 那你们觉得说碰到 那种reflame 你们会怎么做 可能话我就避开咯 如果真的有遇到 好像一个reflame的话 我就真的就直接避开 哦 就连 就完全不会跟着人这样 对啊 又跟你要追求你的那个时候 或者是你要追他的时候 他不会就这样多reflame的 哦 就是在一起 都是在一起之后 那我觉得就是我们那这样很难 这个包包从十个reflame拿出来的 哈哈哈哈 很夸张 可能就是要衡量咯 就看 诶 这个我们之间的感情更大 还是他的reflame更夸张一点 也是要看 是什么 怎么样的一个reflame 然后那reflame 是不是说 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有其他一百个优点 为了一个reflame 你就放弃了他 我觉得那是很浪费的 yeah 其实我碰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喜欢一个男生 然后我蛮喜欢他的 他其实已经有很多reflame了 但是我选择不看 我就觉得说 OK 我可以包容这些 嗯 但是到后面我真的发现哦 因为毕竟另一半是 如果你认真就是以结婚为前提的话 你是继续要过你一生的 嗯 所以这些东西 你以为你现在可以接受 但是你时间一久的话可以是成为 就是吵架的一些理由啦 yeah 所以我觉得 有些时候我就是因为没有 选择没有看那些reflame 所以我觉得我有点后悔啦 但是我还好啦 我就是还没有加碗 我祝已经 终于你的reflame出来了 哈哈哈 yeah 我承认了 这样我们今天就谈了很多 关于这个bone的�边 所以希望说大家 因为每一个人的观点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有些东西你们可以接受 有些是别人不可以接受的啦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呢 是要厘清自己 那个 药片 战滅 然后就好好的 弹一场 轰轰烈烈的爱情吧 那我们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来 régup 拜拜